连云港灌难货船船主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那是因为使用了问题的柴油 导致货船的发动机严重受损 如今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个他们的损失没有人赔偿 可是问题的柴油依然在销售 我们的记者介入了调查 11月4日在连云港市灌难县的一个货运码头 记者见到了船主吴先生 吴先生说 今年7月份 这艘船的发动机损坏 光是维修涡轮增压器 油泵等设备就花了他近1万元钱 就在自己的船发生问题之后 吴先生发现 跟他在同一个码头拉货的 其他26条船也陆续出现类似问题 原因也都指向了发动机使用的柴油 而这些柴油都来自码头老板李先生 但对于码头提供的柴油存在问题的说法 李先生刚开始并不相信 因为他配给货船的柴油都来自当地一家石油公司 我说油肯定没问题 然后我就跟那个中石化 杨长斤杨经理就去了 他们一跟我讲呢 现在当里面面把这个油换掉 别的中石化油 对不对 从里面一家 然后船就正常了 然后杨长斤杨树骗我的 我是那个建湖 红大食品油 有那个油品公司的 11月4日下午 这名杨经理承认 李先生在今年7月 确实同他这里购买了27吨柴油 总价19万多元 这批柴油并非来自他们公司正常的进货渠道 而是来自延城市建湖县的一家小炼油厂 他从中赚取部分差价 跟公司没有关系 而9月4日 当地工商公安部门对此事进入调查 抽样检测的结果显示 杨经理个人销售给李先生的 所谓零号柴油有明显杂志 属于不合格产品 李先生表示根据相关规定 非法经营销售伪劣产品案之巨大 涉嫌违法犯罪 但事实已经查明两个多月 他和27位船主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而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发现 生产这批伪劣柴油的 延城市建湖县宏大油品公司 也仍然在正常生产 工厂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这里每天可以生产 五六十吨标准柴油 供不应求 汽车轮船都能用 相对员工的说法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回应的则比较谨慎 那么这家企业到底生产的是什么产品 能否生产到汽车轮船上的标准柴油呢 建湖县支监局方面表示 根据注册资质 这家企业生产的应该是工业洗涤用的柴油 那他现在这个产品 现在有没有资责能生产零号和复仿号柴油 如果有台湾这个地向啊 什么东西的肯定他们有 他只是生产什么呢 生产这个洗涤柴油 有这个标准 家里面有这个测型标准 比如他生产这个油 肯定他们上 支监局警察人员表示 包括连云港灌难的案件 他们已经发现 多起宏大公司将非标准柴油 当成标准油销售 并且造成车船损坏的案件 下一步将对该公司进行查处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